小明小啊 小明跟我弟弟同岁啊 他一直都姐啊姐的这样叫我 然后说让他来演宵剑 哎呦我的天啊 简直是好尴尬好尴尬 我跟戴姐姐我们俩就扒眼了 太对不起剧组了 我们俩犯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美丽的错误 赵薇都是睡着被人掺着从楼上下来 走到外头楼厅准备上那个面包车 一松手刺溜着人就划车底下去了 那个时候怎么敢 那时候根本他就是一个天神级的王母娘娘 第一部17集播出来20几集 拍了五个月半年呐 我记得在毕书山庄在成德住的时候 我都开始能买鸟笼子养鸟的 我们组里边的演员开始喜欢唱点歌 最后都练歌剧了 小燕子子薇都晚上十一二点钟收工 两三点钟爬起来了 赵薇都是睡着被人掺着从楼上下来 走到外头楼厅准备上那个面包车 一松手刺溜着人就划车底下去了 大个官员都没开门 进去之后找一个工作人休息的地方 有个长板凳 欣如跟赵薇两个人就那一条板凳 两人倒到那就能接着睡 周杰跟我说回到酒店的屋里头 趴到那水池子上把脸洗完 就趴到就睡了 我跟戴春荣老师第一个化妆 然后每天批心戴月的四天钟 就在化妆间见了 练就了一个本领 就是我化完了妆 然后梳好了头 我就可以那个再回房间 接着再躺下睡 穷阿姨有时候她不会去 在剧本里非常细致地去描写 这个武打的这些东西 她有时候就一句话 打得昏天黑地 可能这几个字叫 我们就要付出一个星期的拍摄时间 那会儿也年轻 我们也很认真 在拍摄当中也经常受点小伤 我们如果要拍一个大场面 就是拍几天是有可能的 就是实景拍嘛 然后所有演员也都要到场 然后她就要拍个两三天 宫中的服装一层又一层 然后还带着漆头 很沉的 头上的卡子有四五十个 别起来的 然后还有漆头高跟鞋 就是太热了 就是一说停机 我们赶快把那个外袍就脱掉 就像跳的 我们在宫王府拍 又想跳到那个河里边 结束 他们特别惊艳 那个摄影师爬到高台上 拍全景 突然那个架子倒了 那摄影师护着那个摄影机别摔了 机器是保住了 没摔坏 他人呢摔骨折 我甚至那个时候都没看过 琼瑶阿姨的那些其他的戏 那也撒狗鞋 那里头哈家 而且琼瑶的剧本是不能改词的 每个字都不能改 明天如果补拍的话 我就重新背 我必须把它忘掉 我千万不能沾染这个台词的习惯演第二部戏 那里边的人都不是正常人 太为难我了 那个时候怎么敢 那时候根本他就是一个天神级的王母娘娘 那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演戏 大家都傻二一样 就是剧本也不能改 你只能死背就跟读书一样背书 然后只要背错一个字 对不起导演重来 有一次拍跟小安子就我们俩 临时加了一场 我一看到剧本 当时头就大了 导演说你先背台词 我说好当时是快五点了 然后光也快 太阳也快没了 就开始拍这场戏 怎么也下不来 急坏了 太阳也快落沙了 全组都在这等着 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是我全剧 拍的压力最大的一场戏 当年呢就是说我们这部剧呢 说到要拿到台湾后期制作的时候 全部要重新配音 后来群阳老师一看 我们的台词太棒了 他呢就做了决定 后期以后就把台湾演员 那几位重新配音了 我们都是原生 拍环珠好像是五千一集吧 还不到五千一集 我拍了六个多月 最后剪接成24集 电视台挺好的 数每个人是多少集 超了什么 就给大家付钱了 到第二部这么丑吗 应该第一部的待遇就好 一样 一样没长 差不多就这样 苏友鹏给我印象呢 真的是一个书呆子 反正片场啊 车里啊 她是老是有一本书在看 紫薇呢 就是甜甜甜甜的 挺乖的 挺有礼貌的 赵薇就是那种挺热情的 挺开朗的那么一个性格 最记得苏友鹏吧 很喜欢听这个 Vitney Shuston的歌 我也喜欢听她的歌 有时候经常把她的 我可能拿过 你听这首歌特别好听 有时候母会在一起 做个游戏 带着一堆零食 大家互相在那发着 演的时候真的是让 有些时候出气不意 她已经演到骨髓里面去了 这群孩子里面在当时 显现出来特别有个性的 还真是赵薇 所以这个狗屎运呢 你说让她演的小燕子 还真对了 她真的就是个小燕子 在那个时候 电影学还没有毕业 已经彰显出她的那种 独立思考和创作的能力 哪有那时候小孩演戏 你在现场还跟那个导演 还有 我有不同的看法 和她有不同的看法 我在那我都不说话 我心说了 你真能个儿 我都不想惹她 你惹她 你像心如那开始跟我演戏的时候 她说什么我都听不见 这个声小啊 特别心如啊 友鹏啊 志鹏都还是挺乖的孩子 没有像赵薇他们那么放松 我们都没有助理 然后我记得都是 苏友鹏帮赵薇拎着 背着她的双肩包 然后我看到了 我还说我还看脸陈志鹏 他好像也没什么反应 帮我背包 他们两个状态 有可能苏友鹏更活泼一点 陈志鹏就是不是 没有苏友鹏那么爱说话 但是他特别的细心 属于比较温柔的那种男人 苏友鹏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 李明琪老师演那个角色 其实她生活中是一个特别慈善的 特别祥和的一个老太太 特别好 我小的时候看苏摩摩演了一段戏 香妃娘娘飞走了 变成蝴蝶 然后她就像告状一样的嘛 然后她就义愤填膺的 然后慷慨激昂的 然后就跟华人说 然后最后她变成蝴蝶飞走了 哇 这个苏摩摩老师演的怎么这么好 她演完我们就给她鼓掌 她就是一气呵成啊 你就觉得说 这个苏摩摩又可恨 然后又可爱 我记得当时赵薇是跟范冰冰住一个房间 真的 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 第一眼都被范冰冰惊艳到了 因为我们觉得 哇 好美啊 因为她的皮肤很白又很细致 后来我们俩一出来 赵薇第一句话就问我 她说天哪 连金锁都这么美 她那我怎么办 拍了二十多年的戏 我现在回头来看 其实当年在片场 周杰的台词是非常专业的 你就会不由自主的 她演戏的时候被她吸引 阿姨其实对台词啊 对表演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包括周杰也是一样 她也特别的用功 想去演好这个角色 我觉得有可能都是一种误解 或者是说有可能从一些 只言片语当中摘落 那个不好的东西出来 然后大家大肆地去放大 其实我们在距离 好像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每个人都都是小孩 就天天就是除了拍戏就是玩 然后一起出去吃饭 都觉得很开心 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 不合的事情在发生 她天天练书法 也没想到她现在字画很值钱 当时就特后悔 没要一副呢 志鹏就非常努力嘛 今天变成鬼了 明天变成人了 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志鹏 志鹏是个特别厚道 心眼特别好的一个乖孩子 我觉得她内心 不是一个很前卫的人 但这个新闻是一个假新闻 我觉得 因为我跟刘丹实际上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也结婚了 我有孩子了 在网上突然 我不知道从哪 他们会有一天给我发过来 说什么这么多年很痴奇 不是这样的 吹骨的瞪眼 是那个环珠格格特定的那个剧情 把我给逼出来的 所以我在这个演艺圈的口碑特别不好 就是从环珠格格开始 老说我瞪眼 我环珠格格以后 后来再演皇上 我都闭着眼眼 闭着眼眼 最后还说我瞪眼 秦儿这个角色多么讨喜啊 我觉得秦儿阿姨把所有 就是女孩的这个 一些好的人性啊品质啊 所有完美的东西 都赋予给秦儿了 她的独立啊 她的智慧 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当时唯一的念头 我就想说 哇真的有这么好的女孩吗 我就一直这样想 因为我觉得她太完美了 说令妃是心机女啊什么的 可能是大家这戏太经典 老重播老重播 他们才发现问题 就按这个 琼瑶老师设计 设计的这个人物 就属于帮助小燕子她们 或是她们这一波的 那时期就是以男人为主 就是女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所以呢 她令妃娘娘就比较善解人意 什么皇上娶这个娶那个 她都比较理解 比较支持 是那个时代的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女性吧 她们在这儿的一个 对新人物 她们在这儿的一个 也在这儿的一个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小燕子 我们在这儿的一个 其实是有意味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